保禄是一位受很多苦难的忠徒 特别是格林多人后书 他说出很多受苦的经验 但如果你看他的书信 你又感觉到一种安慰、一种平安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本来受那么多苦的人 但在书信里面你感受不到 你觉得保禄是一个很开心、很平安 愿意将自己这份喜乐 传给他认识的教友 今天他在书信里面说出他的秘诀 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么苦难里面 都能够有喜乐、平安呢? 他就说了这句话 与主同住 即是说,与主在一起 这样就够了 这份经验帮助他在什么环境下 他都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 不妨我们用这个做主题 为什么与主同住 给到他这么大的平安喜乐呢? 好,我们看三篇读经 都用这个主题去看这三篇读经 第一篇来自厄仕刻意先知 这是一个亡国的先知 他是由大亡国之后 他被冲军到巴比伦 即是一个相当恶劣的环境下 那天主借着他 就说出一个充满着希望的环境 就说 上主会从一个很高大的香柏树 这些巨大的香柏树 多数都是在泥巴嫩这个地方 当日撒罗满起圣殿 因为没有这么漂亮的木材 他要从泥巴嫩那里混过来 所以香柏树 就是象征着伟大的意思 一个象征着伟大 所以天主直先知用这个比喻去说 现在以色列是很弱小 一个乱雅 但是天主有能力移植到他 在一个地方 使得他强大起来 给到一些充满的以色列人 一种希望 我们有希望 天主说 我上主言出必行 说得很清楚 说得出就做得到 使得你能够长大 能够有这么强大的表现 一个这样的预言 我们看完这段圣经 我们就会问 有没有应验到 王国的先知说了这些说话 什么时候应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看成是 什么叫做使得它强大起来 是否使得以色列恢复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如果用一个政治性的角度去看 那你要等2500多年 等到1948年 世界大战之后 以色列复国 如果是一种政治性的 恢复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要等2500多年 即使强大起来 那你说以色列是不是人民 喜乐平安地生活 你看看今天就知道了 你说是否好喜乐平安呢 就不一定了 强大就是强大了 但是周围充满这么多敌人 所以究竟先知这个预言是说什么呢 为什么说以色列将会强大起来 是指什么 这个王国是指什么的王国 当然了 我们基督徒就会说 这个是指耶稣基督来的时代 墨西亚王国的预言 能够是 可能就是一个很正确的看法 不过你又可以再想 即使是指耶稣基督 墨西亚王国的来临 都要等500多年 如果500多年 你想想 500多年里面有多少代过了呢? 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 五代又等待这个时候出现 都没有出现 会不会等下等下等到 已经是根本不再想这一件事 不再希望他来临呢? 我们不知道 不过 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 你会看到 在亡国时代的以色列人 又能够有很大的安慰 很多旧约的圣经 写的时代 就是冲军的时代写的 美丽的圣名 很多是冲军的时代写的 并不是有了国家太平盛世底下写的 为什么他们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 能够写出这么漂亮的圣经 很简单 就是圣保禄所说的 感受到与主同在 天主和他们在一起 为他们已经有很大的安慰 不需要有真正自己的国家 况且如果他们看回自己国家的历史 他们有皇国 即是有国王 五百多年而已 五百多年里面 都没有多少个国王是好的 他们的历史告诉他们 有又怎样 又是这样 所以为他们来说 原来最重要的是 能够跟天主在一起 所以我们听到美丽的圣名 我经常说的圣名二十三 就是那个时代写的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一无所缺 因为有天主和我在一起 他的牧匠 他的短盘 就是我的安慰 我的舒畅 纵使我走过陰森的幼谷 我不怕空险 因为有你与我同在 几美的圣名 我们今天读上来 谁会猜到这个是亡国时代 在一个很悲惨的环境下写 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美呢 因为感受到天主和他在一起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美的启示 所以为以色列人 你要佩服这个民族 二千多年没有国家 就是因为对天主这份信仰 使他们在几惡劣的环境 包括在集中型时代 他都能够感受到 上主与我们同在 不妨从他们这些经验里面 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 原来上主与我同在 能够给到我这么大的安慰 第二篇《读经》来自《格林多人后书》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 这是保禄说出他受苦最多的书信 但是这封书信是出名的安慰书 是最能够安慰《格林多教友》的一封书信 是出名的安慰书 特别开头的十几节 你回去看看 他说出无数次这么多安慰 安慰、安慰、安慰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都能够感受到主的安慰 为什么呢?就是感受到主和他在一起 他甚至可以说 如果我什么时候住在这个肉身里面 我就与主远离 即是说他很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 用我们的说话说 死了就早点和耶稣在一起 为他来说是最好不过的 结果天主给他一个任务要传福音 他又甘愿留下 所以他有一个很矛盾的心境 最后他就说 我生好死好都无所谓 因为主和我在一起 我或生或死都是为了主 所以保禄能够应付任何的环境 第三篇来自曼尔谷福音 这段福音说了两个比喻 天国的比喻 一个是杀种的比喻 这个杀种比喻就不是说 杀在不同的土地 长出不同的东西 而是说杀在地之后 这些种子会自自然然生长 不需要怎么理它 种子天主的圣言 就是有这样的生长的能力 你说睡了觉也好 没有睡觉也好 这些种子是自自然然的生长 说出一种这样的经验 天主的国 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到 是这样自然会来 因为来自天主的能力 使他生长 第二篇比喻是说戒指的比喻 戒指是很小 但是生长起来又很大 所有的非料都能够妻身在他底下 说出戒指的潜力 天主的国就是这样 用两个比喻去递出这个意思 好我们听完这些圣经的片段 我反省我们这个主题 与主同住 有人说我们的信仰 是一种逆境中的信仰 是专在逆境里面才显出他的能力 不妨想一想这种这样的说法 逆境里面的信仰 耶稣曾经说 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终结 耶稣是许乐的 请问你什么时候感受到他的临在 什么环境底下 你感受到主与我同在呢 当然有时最普通的就是 你可以说你的经验 祈祷 祈祷的确是的 你静下来祈祷 可以感受到主在你身边 你领受圣事 可以的 见到这个有形的标记 你知道天主的临在 天主的恩宠就在那里 的确是 不过 还有一些东西 是帮助你意识到主的临在 这个就是 马尔谷时时强调的一件事 马尔谷的福音 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为他来说 十字架 就是一个最能够帮你 接触到天主的渠道 我们生活上的十字架 是帮你意识到天主 其实在你身边 你自己不觉得 但是当你十字架一来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得到 我用两个比喻去说这种经验 一种就是你的呼吸 你什么时候都要呼吸 分分秒秒你都要的 但是你不觉得 直至到什么时候 你觉得呼吸是很重要的呢 你整天会看到火灾的时候 很多人拿着濕毛巾 掩着鼻子冲出来 为什么 因为浓烟 浓烟 浓烟使到你呼吸有困难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感觉到 原来呼吸是很重要的 因为浓烟使你不能正常呼吸 或者你自己缺氧的时候 你就觉得 没有了他 真的不行 我记得 疫症期间 有一个很感人的事件发生 发生在意大利 一个老人家 中一招 中一招之后 呼吸有困难 医生就向他提议 买氧气呼吸 帮助你会好些 买氧气要付钱 这个老人家听了之后 就坐在那里哭 很多人以为 是不是老人家没有钱 我们可以为他申请些钱 帮助他买氧气呼吸 让老人家可以安心 这个老人家回答就是 我不是没有钱买氧气 我哭就是因为 我已经活了几十年 七八十年 在这个世界 我天天都在呼吸 我从来没有感谢过天主 到我现在要自己出钱买氧气 我才知道 天主赏赐给我 每一日 每一分 每一秒的氧气 我都不懂得感谢他 现在我懂得感谢 因为我现在中了招 所以一中招 就使到你 这个生活上的十字架 使到你发现 原来天主 时时都和我在一切 不过我感受不到他 另外一个比喻 我又想起 帮助你 感受到主和你在一切 就是声波的比喻 在我们周围 是充满着很多大气里面 很多声波 你什么都听不到 直至到你什么时候听到 你有接收器 教证频道 你就听到 其实什么时候都在 大气里面 很多很多不同的声波 你是听不到 直至到你教对这个频道 你就听到了 原来有的 真的有些东西 你听到 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挺好的比喻 天主就好像声波一样 在我们身边 很多 是要你教证天主的频道 你就听得到 天主的频道是什么 天主的频道 告诉你 就是十字架 你调对他 你就会听得到 十字架 用很多东西能够表现的 特别是《珍福八端》里面 耶稣所说的 神频的频道 哀动的频道 为而受迫害的频道 都是生活上不是那么舒服的东西 偏偏人家教证这个频道 你就听得到 天主的声音在我身边 所以我们今天 天主和我们同住的一个主题 都反省得到 主其实 什么时候都在我们身边 陪伴着我们 不过 我意识不到祂的临在 希望我们 藉着祈祷 藉着领圣事 特别是藉着生活上的十字架 我们感受到 原来天主 时事都与我同在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